欢迎两位 你的女朋友 喜欢吗 喜欢 但是现在我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就很多问题 别人干什么 他干什么 最后烂摊子还得我给他收拾 我就很受不了 年轻女孩不都这样吗 就刚开始 别人化妆她也化妆追个时髦啥的 这不影响感情啊 但是就从我们刚开始说起 好 刚开始我们高中就认识了 后来大学我们就到了不同的城市去上学 我本来其实挺喜欢她的 然后没事干就微信找她聊聊天 我给她表达过很多次 我都很想和她谈恋爱 但是她都没有给我过明确的答复 考察你呢 过了有一段时间 她就突然反过来找我说 就咱俩在一起吧 这不挺好吗 想明白了 对啊 可是现在我问她 你为什么要那段时间 突然反过来找我呀 她就告诉我说 当时她身边的朋友都在谈恋爱 她也想找一个男朋友 那人家可以找其他人 她就正好觉得我合适吗 就找我 可是为什么我不喜欢你 还要跟你在一起这么久 我当时就是真的很喜欢她 不是因为别人都谈了 你没谈是吧 对 我当时就是真的很喜欢她 对 你这误会了 可是谈了好长时间了 好长时间是多长时间 我听听 一年多呀 才一年多呀 就好长时间 我一听这好长时间 我觉得哎呀 这个怎么要半辈子 三五十年要过去了 就一年多呀 三百六十五天好长好长 来 谈了一年多 我就感觉她什么事情 都是跟着别人去做 就前段时间 网上有个特别火的 男友利益的视频 她就非要让我和她一起去拍 我就觉得我俩这身高和体重 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一只胳膊把它举起来 那可是大家当时 别人都在拍呀 我就觉得那样子挺幸福的呀 我们俩放在朋友圈里面 别人祝福我们多开心呀 对 幸福是幸福 但是你也确实得看 咱俩的实际情况嘛 主持人你看我俩的情况 你觉得我俩 我能够 也可以呀 我就感觉 你让她把你举起来呀 那也是难有力吧 结果她就非要让我举她嘛 实在没有办法 然后我就举了一下 她就摔倒了 她要怨我 我真的挺无奈的 那可是你你是再大一点 我就不会摔倒了呀 后来她就跟我说 她觉得自己胖 半张健身卡就健身了 每次健身 我不是隔一周去找她们 我俩异地呀 不在一起 有时间就去找她 去找她 她就让我和她一起去健身 去健身房 她不练 让我练 本来就是啊 如果我健身 我轻一点 你可以举得动我 那如果你再利息大一点 你不是也能举得动我 我就感觉拍不拍都没有所谓嘛 我找你是玩去了 你非要让我去健身房 和你健身 那我肯定心里 我是去谈恋爱的 你让我撸铁 是吧 对呀 这个健身过了没多长时间 又流行 干犯人 干犯婚 她的朋友圈天天又发 打卡 今天火锅 明天烧烤 你说她前面健身 那不就都白费了 那我 那我想费钱 那我超时间 我总得靠好靠好自己吧 那我都瘦了 那我觉得我可以吃点补回来 那就怎么了 这都算一些小事情 别人追星 他也要追星 追星不是 网上都有打榜嘛 就超市里卖那些奶啊饮料 就可以给那明星打榜 别人买一瓶两瓶 自己能喝就行 他不一样 他可以喜欢那些明星 给人家买那么多 那可是你就不懂 我们喜欢一个爱豆 那就是你买很多的 他才会排名上升 才能出道呀 那我买一点就没有用呀 你买可以买 但是你没有必要买那么多呀 我们都是学生对吧 确实也没有那么多钱 对对 买那个那么多奶 真的我感觉有点盲目了 而且买了都喝不完 他要给我喝 那我给你喝也是想让你喝呀 我都把我喜欢的东西给你喝 我多爱你呀 他是用钱去给爱豆打榜 然后买回来的东西 是培养男医生的肌肉 挺好挺好挺好 对那奶肯定越喝越渴 那总不可能解渴 水都不让我喝 就是喝奶喝奶 一直让我喝奶 太可爱了 奶太多了 他就顶折磨我的 自己想去说 他们学校外面 我那个夜市 去摆地摊 然后摆着超市旁边 超市那个奶卖5块 他卖10块 我就真的不知道 不是那5块是给爱豆的吗 对 他当时就很火吗 那我想他卖贵一点 特不定还真的有人买 我真的就想不通 他就怎么可能干掉这种事 但凡正常人都不可能会买 对对 后来有人买吗 还是多坏了 他后面一瓶都没有买 没有人买呀 对对对 然后又逼着我说 这么多奶 你也不能光看着我不管吧 然后我实在没有办法 说那我给你开笔章吧 我买了他两箱 我支持他一下枪章鱼 然后 那奶也挺好喝的呀 然后我就拿回学校去了 泪沉沉的 我从大老远 然后买了他的奶 替我学校 那奶我肯定也喝不完 不是 到底是5块钱卖给你的 还是10块钱卖给你 他没那么贵 他打折 那还行 那还行 然后买回学校了 那电视就打折卖呀 那不都还能卖出去吗 对 他卖别人他都不打折卖 他 不是 说不定男朋友 还是有尊详的 然后回去这奶那么多 你说我一个人 其实在那之前 我都已经喝腻了 然后回去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就给社友说 这奶好喝 我就没有办法 就让人家喝了 那不也挺好的吗 我本来还想问 那个爱豆叫什么 但是我现在就不能问了 对吧 你对人品牌有一点 现在他已经 就已经放弃了 他自己跟我说 他想去参加选秀节目 他还想当那个明星 他给114打电话 问114说 玄秀在哪报名啊 我说是114 可是我当时在网上搜了呀 我搜了好久 那有真有假的我也不知道呀 这真是你做的啊 那我当时确实打 那可是我想在网上搜 我搜不到呀 而且有真有假的 那我被骗了怎么办呀 他就真的是给114去打电话 结果给他个电台电话 让他自己问 就那之后就没有结果 群姐你带人出个道呗 你那么多选秀节目 我也准备打也要四个 你再看我还能出道是吧 太可爱了 都不止这一件 这些都是小事 不是 我觉得这是可爱 对 这才叫恋爱你知道 这恋爱谈得多有意思啊 我的感受主持人知道吗 他 我肯定不知道 他谈恋爱 他开心 他所有的事情 让他们都得交给我 你说我作为一个男生 他交给我 我也总不能说 就不管我 是是是 这个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生活影响 对 就是 心不甘情不愿的 给宿舍的同学 买了几箱奶 其他的倒也没什么 对 说到底是不是就这么点事 还有还有 还有啊 还有很多就生活中的事 生活里的事咱们听听 他上大学 他还非得和别人不一样 说别人在外面租房子 他也在外面租个房子 女生嘛 就有点闷 养个小宠物 我就说 买个小狗吧 然后我就陪他买了条小狗 买狗钱我就告诉他 说你千万别 养一半 你又不养了 你又再交给我 前两个星期 天天给我拍 你看他干嘛呢 就那小狗 干嘛 他就每个小动作 他都要给我拍 那个呆萌可爱的时候 他都要给我拍 就过了两个星期以后 感觉到他不喜欢 已经就纯粹不想要 那小狗 不是不喜欢 可是那个狗狗真的太难照顾了 我每天照顾他 感觉我再照顾下去 都把他饿坏了呀 那可是他确实不想要了 就想给我 让我去养 非得说是我在一起去买的 我答应他和他一起养 对啊 我们一起养的狗 那万一到时候 他只跟我亲 不跟你亲怎么办 你说我在学校 我怎么可能和他一起养狗呀 你说宿舍里 学校就学校的规定 那大家都养狗 那学校的城 狗狗在他那个城市吗 他就让我养 把狗带回去 他已经不想养了 因为养腻了 养烦了 然后要给我 我跟他说他没有用 然后刚和我说了 没过几天 手机上短信一个快递 然后狗就来了 真是狗来了 我当时我真的要崩溃了 你说这狗 拿学校来我真的没有办法呀 那后来那小狗狗 后来那小狗狗 真的实在没有办法 我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 好几条给我爸妈养了 拿回家了 那次这样的事儿很多吗 还是也就这么一两起 真的 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别人考研呀 他也要说他考研 你说这个事情 挺好 挺好 那我肯定也支持他 对吧 然后他考去了 当时我们那会儿 家里给我说 找个实习工作 让我去社会上 经历一下锻炼一下嘛 然后我就去准备实习呀 他就非要拉着我 一起和他去考研 对啊 再让他一起学习 我觉得你陪在我身边 然后两个人一起 那可是 挺好的呀 可是当时我就真的 已经学腻了 已经学了这么多年 我真的是没有一点 学习的心思了 他一直跟我说 一直跟我说 逼着我感觉就是 然后我就答应了 但前提是我得编实习 然后有时间了学习 总之是答应他 他就拿这个答应他考研 他不放 他一直说 之前不是实习嘛 面试的时候 他就一直问我 什么时候面试呀 什么时候 我本来就不想告诉他 他就一直问一直问 然后我最后就告诉他 什么时候面试呀 面试那天上午的时候 一直在给我打电话 我那个面试是线上面试 那边面试官跟我面试 这边一打电话 那肯定网络就中断了呀 那一直来来回回就不停 对 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然后我就拿了个平板 手机关机 然后我就面试了 最后面试成功 我就去实习去了 在这个实习的过程中 他还是不放 一直让我每天考研 考研 学习 你知道我工作的时间 每天上午下午 隔一两个小时 给我打电话 你语语今天背了没有 政治学了没有 女朋友给打电话 不接也不合适 但你接了也不太好对吧 那可是你都答应我了 我们就一起要好好学习啊 我不都送你的话 你就更不学习了 你还想不想跟我考研了 那可是我得以工作为主吧 但是他就不依不饶 他就不只给我打电话 手机上有一个APP 种树嘛 他一个人种树 他那个树他就限制我 我如果在两个小时之内 动手机 打开那个软件以后 那个树就变枯萎了 一枯萎就又找我 对啊 我自己坚持的 明明就很好啊 我种的那么好 你每次就给我搞破坏 把那一颗枯萎的树 放在那儿 我看了就很难受呀 所以啊 你说我上班时间 那领导给我发微信 让我干个这个事情 那个事情 然后群里发的消息收到 你说我到底收到 还是不收到 收啊 就因为他这个 我就没有收到呀 然后领导就老找我呀 之前找我 一次两次也就算了 后来领导看我 每次都是这样 他就问我 小伙子 你到底是 为什么呀 就来上班实习 你进都进来了 你好好上班呀 然后我就把情况告诉他 他就说 那行吧 那我也体谅你 要不然你就回家吧 你说你要考研 在我们公司 你领导是郭德纲吧 怎么说话还大喘气呢 周总老干这个事 我特别体谅你 回家吧 回家吧 直接就跟我说 你回家吧 别在这干了 然后你学习也挺重要的 万一以后考研考上来 特别真实 你知道吧 这是人间真实 之后再想起来这件事 你还怨我 对 那还是回家吧 然后我就没办法 我就回家了 然后他就不是考研吗 大概也就一两个月 就复习了一两个月 就复习了学习 认真学习了一两个月 这次真认真 这么一两个月 比其他时间都挺长 然后他又跟我说 身份朋友都去上海了 大城市里发展 我这学习 真的我学的 我头也大每天 太难了 我就现在学习 我都不想学了 很心烦 很难嘛 我看他们在那边 发展的也挺好的呀 每天过得特别开心 我觉得也可以试一试啊 是 别人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你是 啥意思 考研不考了 就又想去大城市里发展啊 就上班实习啊 又想拉着我一起和他去 我本来就因为这个考研 工作就没了 然后我就想 那就专心考研吧 反正工作的没就没了 结果现在又来一出 他又要拉着大城市发展 反而还严 你说你去大城市 你能干嘛呀 就啥都干不了 我感觉就过两天 他又回来了 他都打摇摇四你知道吗 过来他又回来了 大城市感觉就去了 大城市回来了 就没有去 我现在就很困扰 我想陪 让他陪我一起去嘛 我真的受不了 他这个 行 我问我 帮你问吧 去哪个城市啊 姑娘 想去上海 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就想毕丽业之后吧 或者实习的时候 就万一他考上了研 还去吗 他其实也不是很想考研 他只不过就是 感觉就是专门搪塞我的 他如果不跟你去上海 闯荡的话 你还让他做男朋友吗 那我当然也是愿意的 但是他能陪我一起去的话 更好 我还是希望他跟我一起去 他可不是这样说的 他在非得带着我 我不愿意 一直说 我没有觉得是别人 你就没有办法 所以你就烧高香吧 他那些好闺蜜 还没跟男朋友吹呢 对 他那些好闺蜜 要跟男朋友吹了 你就不在了 后来我就问他 那当时你跟我谈恋爱 你是别人都谈 你就跟我谈 万一别人都分手 那你是不是要跟我分手 对 那当然不会了 所以在校园里的那些 甜蜜的时光 现在要面对即将毕业 有一个新的人生规划和选择了 男生实际现在是有自己的打算吗 对 我就想着 本来想着家里找个实习的工作 然后在老家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就干着就好了 但是我们还年轻啊 为什么不能尝试一些多 我可以陪他去干他一些想做的事情 但是他不能想一出就试一出 那你说青春就这么长时间 都被浪费了 那也不太好 那年轻本来就是这样 你为什么说这浪费呢 那我还觉得我做每件事情 虽然没有成果 我还很开心呢 是 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 小恋爱的小插曲 其实已经出现了重大分歧了 这是一个人生规划的分歧 一对校园的恋人 即将面对新的生活 我们在生活方向上 到底做什么样的选择 如何去协调去调整 我问你几个问题吧 一定要去上海 去吗 他非要让我陪他去 那就去吧 所以其实在你的心里面 你是可以跟他走天涯的 是这意思吧 对 但是我想有的时候是 没但是 我想捞回来他 他不能 捞回来 任性他想干什么干什么 去了和他在上海漂泊啊 好 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陪他走天涯的话 你做好的准备 也许走到了天涯 你只是把他送去了 之后他开始 他新的人生旅程 你能接受这个结果吗 接受不了有点 好 所以我说的 你考虑的是 哎呀 他又变了怎么办 我告诉你说 他变化得有太多种可能性 他不是说又变了 我不去上海了 我回老家了 那还是一个最好的可能性 他的变化也可能是说 哎呀 算了吧 别人都有那么好条件的男朋友 我为什么不找一个条件 更好的男朋友呢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对不对 对 想清楚 嗯 会变吗 不会 你一定会告诉我 不会变 去上海发展最核心的是什么 是因为别人去了 还是说 你觉得上海那个城市 更适合你的发展 我没有想这么多 我就觉得想尝试一下 那还有一种可能性 嗯 去了上海之后像 哎 这小伙子可能 有更优秀的女生 喜欢他了 不再给他添麻烦了 能不让他那么累 能很轻松 你怎么办 换而言之就是 你害怕过 失去这个男孩吗 我当然害怕 有什么事情 我都想听他的意见 而且感觉他帮助我很多事情 我现在理解你为什么要来了 对于未来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因为有这么一个女朋友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和想法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小伙子 你是不是曾经在脑海中 也想象过你们分开的时候 或者场景 想象过 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大吗 挺大的 说实话挺大的 但是我很喜欢他呀 年轻的时候 我们恋爱不就是因为喜欢吗 因为我们彼此在这个社会上 都还没有开始真正的人生呢 都只是在象牙塔里 所以一定是喜欢呀 怎么说呢 我觉得好像 面对着大学校园的爱情 我们既鼓励它的纯粹与美好 但是也在担心着它的未来 因为太多的事实告诉我们 未来 只要 一旦离开校园 事实上 大部分的校园爱情 都会慢慢的 慢慢的渐行渐远 同样对于你们来说 也是一个事实 所以很多人会说 我其实就是想在校园里 不辜负这一段 青春岁月 因此谈了一个恋爱 我也知道未来会怎样 我估计在你们双方的心里 也有想象过这样的结局 只是 不愿意接受 或者说在时下里 你不愿意去接受它 但是 我就觉得两个年轻人的爱 就是这样的 它对你有很多要求 你有诸多不满 可是 你还会依循着它的意愿去做 落到现实当中 面临着未来 还是要想 到底该怎么办 你有打算吗 你会坚定地说 我不顾一切 就陪在你的身边吗 我不会 你失望吗 我没有想过这种问题 她老是觉得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还年轻呀 每天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就很开心 我听到你们 都爱着对方 但是真正 落到现实之中 都在犹豫 我觉得既然犹豫的话 就带着美好的 这种愿望往前走 如果有一天 真的现实来到你们身边 其实你们都有心理准备 你们会比你们自己 想象的坚强 而且比你们想象的 更加现实地 接受这一切 我祝福你们 亭姐说的非常对 她是活在恋爱剧里面的人 你所做的这一切 基本上是跟着偶像剧来走的 没有太多的杂念 但男主呢 因为他已经 找你一步踏入社会 他会看到社会 比较真实的一面 所以呢 他会有一些顾虑 但是好在一点呢 是你们的感情基础 是不错的 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今天在这里 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给到一个 预设的答案 很多时候 我们要把问题 留给时间 我们做时间的朋友 在这里 我真心地祝福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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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我觉得特别搞不懂一点 就是女生 你干你想干的事 你做你爱做的事 养你想养的宠物 你干嘛什么事 都非要抓住她呢 我觉得她陪在我身边 就很开心呀 我们俩一起做这件事情 谈恋爱 不 关键是她没陪的 你俩不是异地恋吗 但是她陪我一起做 我心里就觉得很分手 她咋能陪你一起做呀 考研你考你的 她考他的 你俩又不能 你老了吧 人家睡觉都能通个微信 在异地的城市 就这么睡了 这就是情感上的 不是 这是情感上的沟通 但是我就是觉得 在大学的时候 尤其在这么丰富多彩的一个 你可以想干你自己 所有想干的事情的时间 你为什么不去自己 满足自己的这些愿望 或者说自己的这些欲望呢 你非要抓住她干嘛呢 你不能把满足自己的欲望 变成强制他人陪你一起 什么是沟通感情的 那打电话也是 聊着微信睡觉 那也是得对方愿意 你不能这面不愿意跟你聊 我都困死了 你还必须逼着我跟你聊 那这就不是增加感情了 所以我说 什么叫满足你自己的欲望 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自己想干的事 如果她愿意 这也正好是她想干的事 那不谋而合 你俩一起 然后呢增加了感情 对 但关键是你现在干的每一件事 都是她不愿意干的事 甚至是抵触和反感的事情 但她就是因为她爱你 所以她必须要这么去做 那就变成了你强制她了 我考研是我给我自己考 我找工作是我给我自己找 我去上海也好 我去北京也好 我的未来是我来决定 而不是说我要拽上一个人陪我一起 就是你把人生和爱情给搞混了 我也不知道她当时那么委屈 那么抵触 那就证明 你没有太关心过她的感受啊 对不对啊 那在这段恋爱关系当中 你就一直是处于享受的状态 从来没有考虑过她的感受啊 所以我就说 你这种的就是太任性了 而且你们两个人的人生目标不同 她是求安稳的 而你不是 你是三分钟热度 就是看到别人干什么 我就心红 我就眼红 我也得去干 我不管这事 我能不能干成 我先干了再说 所以你们两个人要的人生的 未来的目标和方向都是不同的 现在到了这个 真的该非常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她的未来和你的未来 是不是能够走在一条道路上呢 如果走不到一条道路上的话 时间长了 她一定受不了你 就像你刚才有一个非常重的感受 你说她变了 我告诉你不是她变了 是因为现在要走的路不同了 谢谢 她不是个人生选择的事 也不是感情的事 她是个责任教育的问题 你没有责任感 从那狗开始 因为到那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对一个生命负责 你养了这条狗 你养了它 哪怕一个月两个月 它真的把你当主人了 你再把它送到另一个城市 你知道对这条狗的打击有多大吗 什么是责任 你强力地希望别人做什么 那么不管这件事情做成还是做不成 你要给人一个结果 你可以承担你自己的责任 但是既然你让别人做了一件事情 那你就要给别人一个结果 就好像你说我要养一条狗 买一条狗很容易 我一直很反对 她说我要养狗 然后谁知道我要花多少钱买 你花钱很容易啊 买买很容易 但你知道这有多大的责任吗 想的就是我俩当时一起养它 你想错了 你要 你得给这个狗一条结果 就算今天你要把狗送人 你也得亲手端着这条狗 看着狗的眼睛把它递给别人 这叫责任 你从来没有受过该你受的那些东西 为什么 因为有太多太多像他这样的人 包括你爹妈 都像他一样 帮你承担掉 是啊 买几瓶奶 没什么 这个也没什么 那个也没什么 你看到买条狗你也没什么 你把它搞定了 到最后搞慌你的工作也没什么 现在不一样吗 搞慌你的考研也没什么呀 怎么了 明天把你带上海去 明天把你带上海去 后天他说我要出国了 你怎么了 这不是你培养出来的吗 让我们不要生活在温室里面 我们要走出去 让寒风吹一吹 闪电劈一平 年轻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年轻是我就算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 我依然能爬起来 所以年轻不是让你消耗在你喜欢做的事情上面 年轻是让你去扛着失败前行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谢谢老师 谈恋爱的时候啊 还是相对独立 你别一恋爱了 对方说什么就是什么嘛 你不满意你要直接说出来嘛 不是为了迎合她的即时的开心和快乐 而放弃自己该做的事情 就一句话 跟不跟人去 不去 为啥 因为不能再这样继续跟着她 两个人的未来是走出来的 两个人的未来不是想出来的 女生记住陆琪老师说的那个 关于责任的事 决定权在你们手里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两》 之前我也没想过 我好像有很多的问题 之前我一直觉得 我每天都特别开心 有你陪在我身边特别幸福 直到今天你说了这么多 我才发现好像 你有很多的不开心 好像很多事情 我也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 那以后我们的生活中 你就要一起 有什么事情一起商量考虑着来 不能你一个人做主 然后就要带着我一起 所有的事情 都要经过考虑和思考以后 才能做决定 很多事情确实我挺冲动的 但是可能有时候 这是我的性格所导致的 以后我尽量会克制一点 然后你为我付出的 现在仔细想想 确实挺多的 每天照顾我 我生气的时候也会哄我 所以也很谢谢我 你们年轻我就给你们 稍微烧烧脑 好吧 同意陪她去上海就出来 不同意就别出来 咱们先不做分手测试 没啥意思 为了这个男人 和他一起过小城市的 安逸生活 放弃去上海你就出来 还坚持去上海你就别出来 我表述清楚了 好 谢谢两位 请回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视频 同学视频 爱奇艺 搜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我们看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吧 请开门 来来来来来 站在中间 去上海对吧 去 去是吧 回老家对吧 陪她过日子是吧 又矛盾了 接下来请回答 人生选择又冲突了吗 听谁的 听她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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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之间很谦让 是吧 这不就行了吗 回去之后 好好的两个人复复盘 到底应该去哪儿 怎么往下走 这不就挺好的吗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见证属于这些年轻人的浪漫时刻